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093章对决 长颜道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短一寸险 古川湘子算得上是一位剑道高手 他第一刀极其刁钻 这给向来不擅长玩刀的叶浩轩带来了不少的压力 拼了竖刀 两人拉开了距离 古川湘子摇起一缕头发 冷冷地盯着叶浩轩 又谋一紧 双手握着窝刀 快速地向叶浩轩冲了过来 他一声轻斥 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一个漂亮的反身 连人带刀重重地向叶浩轩砸来 叶浩轩猛地向前急冲几步 然后向后一仰 身形向前滑行 与半空中的古川相紫相交而过 就在两人相交而过的那瞬间 两人手中武器接连向对方攻去 瞬间便拼了几刀 古川湘子落地以后迅速地转身 他手中的窝刀上沾了一丝血迹 他冷冷地注视这叶浩轩 手中窝刀一转 在半空中滑了个半圆 然后双手握刀 再次紧紧地盯着叶浩轩 叶浩轩的肩膀上有一个细微的伤口 刚才剑到笔拼上 他竟然落了一筹 看来得跟这个女人动真格的了 剑不错 竟然能和我的鱼长硬拼 叶浩轩笑盈盈地说 不是只有你们华夏才有铸剑高手的 古川湘子冷冷地说 你的刀是高科技吧 最新纳米技术 融合有激光粒子 看来造价不菲 叶浩轩注视这古川湘子手中的刀道 好眼力 这是我们村政家族最新科研成果 你们华夏所谓的注剑 高手所注出来的剑 在他跟前不堪一击 也只有你手中的鱼长看能一笔 古川湘子冷笑道 你们最先进的科技注出来的剑 仅能跟我们华夏几千年前的剑持平 你还好意思说 我是不是认为你们窝国人现在才进化 叶浩轩冷笑道 他手中的鱼长 缓缓地指向前道况且 我刚才只是跟你玩玩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 什么叫已得遇见 叶浩轩话音一落 他双眼中显出一阵肃穆 他一声长喝 猛地向前快速地略行 手中的鱼长隐约间一丝银芒出现 向这古川湘子斩了过去 叶浩轩偶尔得到的鱼长是古代名剑 要以莫大的功德之力才能完全发挥出他真正的威力 叶浩轩自从创办曙光医院之后 一人无数 再大的慈善家也没有他的功德力大 所以玩转这把剑是小意思 千叶锦子双目一抹狠立之色闪过 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窝刀 双足遁地 快速地向叶浩轩移动去 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 他一声轻斥 手中的刀高高举起快速地斩落 和叶浩轩的身形再次交错而过 血光一闪 两人的身形渐渐拉远距离 古川湘子身形半侧 紧紧地握着手中的窝刀 神色清冷 而叶浩轩则是双手空空 手中的鱼长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你们的剑刀 无非就是华夏剑刀的皮毛 也赶来这里搬门弄斧 回去多练几年吧 叶浩轩淡淡地丢下了一句话 然后双手复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古川湘子缓缓地直起身 他的神色千变万化 刚开始有些疑惑 渐渐地 他的神色变得吃惊 惊恶 不甘 他的脖子里一抹血线 缓缓一出 而他双眼中的神采 迅速地暗淡了下来 与此同时 他手中号称村政家族 最新研制出的激光栗子 刀钉一声轻响 断为两劫 可惜了 这女人挺漂亮的 叶浩轩有些惋惜地摇摇头 大步向前走去 解决了古川湘子 陈若曦急促的声音 从耳脉里传了出来 叶浩轩 马上爆出你的方位 在最底层实验室 刚解决了一个上人 叶浩轩笑道老婆大人 怎么了 马上退回来 最下面的实验室 马上就要锁死了 他们这里有自毁程序 一旦锁死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陈若曦紧张地说 找到千叶锦子 我马上就回去 叶浩轩微微一笑 我是你上司 这是命令 陈若曦立声道 我只知道 你是我老婆 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我的命一向硬 如果今天不把村政的罪证找到 他还会继续祸害无辜的人 绝对不能放他们走 叶浩轩道 叶浩轩 我求你了 回来吧 你在的地方 马上就要关闭了 陈若曦几乎是哀求的 等我回去 叶浩轩丢掉了耳麦 大步向前走去 叶浩轩 在上一层的陈若曦大叫一声 就要向电梯扑去 一边的黄少辉连忙拦住他道 若曦 你不能过去 让开 陈若曦立声叫道 他现在一心全部系在叶浩轩的身上 根本没有理智可言 平日的冷静早就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就在他们攻入之后 后方的技术员发来几点 说卫星监测到最底层有异常 极有可能村政家族在重要的实验室里 安装了自毁程序 特勤局和特种部队以及地方部队联合的效率是极快的 他们本来已经进入扫尾状态 有一部分人正要去最下方楼层支援叶浩轩 但是接到这个消息 不得不把人全部撤回 阿弥陀佛 处长 你该休息一下了 一名女尼担长何时 顺手在陈若曦的后脑后扫了一下 陈若曦只感觉头脑一晕 便失去了知觉 两名队员连忙扶住她 现在由我接手 所有人马上撤出这里 女尼一挥手 清廉师太 这样合适吗 黄少辉知道这女尼是五台山的清廉居士 在奇门江湖的地位极高 但她这样名利夺权真的合适吗 难不成你想她去送死 时间不多了 这里马上就要自毁 所有人马上撤离 反抗的一律送她一程 不反抗的全部带走 清廉居士当机立断地说 可是我兄弟还在下面呢 要不我带一队人 把他带回来 黄少辉有些不死心地说 晚了 一分钟内最下一层就会彻底地锁死 除非你在一分钟内能把他拉回来 清廉居士面无表情地说 放心吧 我看过叶浩轩的命像 不是短命的人 这说不定是他一次机缘 一次提升实力的机缘 玄机走上前道 黄少辉点点头 马上招呼他带来的队员撤退 他感觉有些遗憾 大队人马刚刚杀进来 还没有展开手脚大杀一场 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投降了 只能说村政家族太阴险了 事先就算记好了一切 只要一暴露 就启动自毁 到时候一切证据都成非烟灭了 叶浩轩向前走了几步 只见电梯处一个厚重的金属门闪着红色的预警放了下来 这一层是第七层 也是最下面的一层 同样是村政进行非法研究的核心地带 一旦锁死 就没有办法再打开 叶浩轩暗骂了一声村政的人太阴险 他一边向前走 一边打量这四上的环境 只见这里的墙壁全部是金属材质的墙壁 绕过一条通道 演的情景让叶浩轩大吃一惊 只见在他正前方有一个极大的防弹玻璃 玻璃的后面有密密麻麻的透明容器 每个容器里面都灌满绿色的液体 在每一个容器的液体里都泡着一个人 或者说有些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因为他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有些畸形 这些人的面孔不完全是东方面孔 也有一些国外的人 看体型和肤色应该是非洲那边的面孔 叶浩轩拳头紧紧地握着 眼前的这一切给他造成的震撼着实不低 他一声大喝 一拳砸在一边的金属墙壁上 砰 原本坚硬的金属墙壁上 凹进去一个拳印 叶浩轩的右手被震得一阵酸麻 但是他的双眼 依然紧紧地盯着防弹玻璃后面的容器 一时间生出一股无力感 他吃惊 愤怒 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当中流浪汉和来自困难国家的居多 尽管是这药产 但是他们都是一条人命 村政家族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都没有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他们会遭到天谴的 其实刚才在这里完全关闭之前 你是有机会走出这里的 千叶锦子的声音在叶浩轩的身后响起 他已经换了一身和服 这身和服尽管有些臃肿 但是穿在千叶锦子的身上 却又衬托出他的另外一面 走 我为什么要走 叶浩轩转过身反问道 因为你不走的话 就只有陪我长眠这里 千叶锦子淡淡地答道 那又如何 其实我之所以不走 一是要找到关于村政家族的罪证 二是要确定一件事情 叶浩轩道 确定什么事情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情对你这么重要 竟然让你连命都不顾 千叶锦子好奇地问道 那就是想确认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叶浩轩的双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我是千叶锦子 千叶锦子答道 我让人查过你的身份 你的确是村政左府收养的一女 在资料中显示你的父母在一场地震中丧生 在窝国有这大慈善家之称的村政左府收养了你 并将你养大 叶浩轩问道是这样吗 不错 这的确是我的身世 千叶锦子点点头答道